这期继续讲农民第117篇,听了火雷的话,廖大本不禁愣了一下,情不自禁地问道,赵献长,他是哪个赵献长? 廖院长,你来家和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赵长强的名字想必你曾经听说过吧,他就是,现在是榆林市平川县县长。 火雷扭头对廖大本说道,语气十分地冷淡,已经不像刚才那样热情洋溢。 提到赵长强的时候,他用手微微点了一下赵长强。 廖大本终于明白原本信誓旦旦的火雷,见到赵长强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表现了? 原来将他打得如此凄惨的人竟然是贾和市大名鼎鼎的赵长强。 廖大本的心中有些发慌,不是他怕了赵长强。 他虽然听过赵长强的大名,但是毕竟他之前不在家和市,他所知道的关于赵长强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来的,并没有亲身体验,所以印象并不深刻。 根本谈不上听到赵长强的名字,就心生恐惧。 他害怕的是火雷态度的转变,在他看来,最终能主导今天这件事走向的,不是他,也不是赵长强,而是家和市局长火雷。 当赵长强对火雷说出那番话的时候,廖大本就感到大事不妙。 自己之所以能拿捏火雷,能在他面前装逼,无非就是因为他有个当省委常委的老爸。 可是他那个老爸到底是个啥脾气,没有人比他这个当儿子的更清楚。 那个糟老头子,不能说是一块完食,也是一块鱼木疙瘩,在廖大本看来,他简直就是不可理喻,死板得不像样。 这家伙甚至不止一次想偷偷从他父亲身上弄点东西,然后跑到医院做个亲子鉴定,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极度怀疑自己很可能是廖凯隆从大陆边上捡来的孤儿,不然实在无法解释那个将老头为什么对自己如此不尽人情,以他贵为省委常委的身份,哪怕他只是稍稍地给自己身边的人一个暗示,自己也不至于混到现在才混个精神病院的破院长。 廖大本虽然对自己的父亲非常地不满意,但是他在外面却从来不敢流露出半点对父亲不满。 不是他害怕被他老爹知道,而是他还希望能靠着老爸的名声为自己某点事情,如果别人知道了他不招老爸的喜欢,谁还愿意搭理他这盘烂闲菜? 比如现在,火雷听了赵长枪的话之后,竟然马上就说出了是自己谎报案情的话。 这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家下流啊,是,老子是夸大了案情,可是老子也没让你弄出这么大动静吧? 刑警、特警、治安大队全拉了过来,难道他们是?听了我的命令过来的? 奶奶的,你以为我愿意让你带这么多人过来? 你的人把老子医院的过冬月季才死了这么多,老子还没找你算账呢? 不过这样的话,廖大本也就在心里想想,他可不敢吃果果地对火雷说出来。 听火雷话里的意思,他是不打算抱自己的干把腿了,这可不行,自己一定要将他再忽悠到自己的阵线上。 廖大本也有些小聪明,不然他接手家和市精神卫生中心后,也不可能取得那些成绩。 现在,他想将火雷重新忽悠到自己的阵线上,却没有劝说火雷,而是对赵长枪说道。 赵长枪,你不要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我爸爸虽然为人刻板,但是绝对不像你说的那样,不尽人情。 你这是污蔑,是你了解我父亲,还是我了解我父亲? 我真纳闷,你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这些故意重伤我父亲的话。 我父亲可是最喜欢有担当,有才干的人才,比如火局长这样的人才。 还有,请你不要怀疑火局长的智商,我可是曾经不止一次听说过,你赵长枪以前可是家和市的黑帮大佬,为了抓捕你,火局长就是弄出再大的动静,也是值得的。 怎么能说是八戒我父亲? 廖大本以为自己,这几句话有些水平,明着是和赵长枪说话,其实是说给火雷听的。 不但为火雷进行了开脱,而且还在暗示火雷,我爸爸绝不是赵长枪说的那种样子,只要你今天能帮助我,我一定让我爸爸提拔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你自己了。 但是这话听在火雷的耳中却有些变味,特别是后半句。 廖大本明明就是在告诉赵长枪,因为赵长枪是黑,帮大佬,所以火雷才弄出这么大动静的。 这不是说明自己这样做分明就是针对赵长枪的吗? 想到这一点,火雷不但没有领廖大本这份情,反而有些严厉地对他说道。 廖院长,请你说话一定要负责任,好像你是刚刚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赵县长吧? 之前你根本就不认识赵县长。你给我打电话报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说提过赵县长名字。 我怎么可能是针对赵县长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完全就是因为你谎报案情,夸大了事实。 廖大本心中有些发虚,毕竟自己在给火雷打电话的时候,的确有意地夸大了事态。 自己当初告诉火雷的可是有人在精神卫生中心大肆行凶,连我这个院长都被打成了重伤。 坏事就坏在大肆一词上,有人在精神卫生中心将一个人打成重伤是大肆行凶,将一群人打成轻伤也是大肆行凶。 更严重的是连我这个院长都被打成了重伤,这句话的前台词就是,连他这个院长大人都被打了,别说其他的人了,可见这个大肆行凶到底有多么的大肆。 火雷弄出这么大的动静,虽然有讨好八戒廖大本的成分的在里面,但是更多的还是被廖大本的报案信息误导了。 廖大本虽然意识到了刚才自己话里的毛病,但是这家伙一向在卫生中心嚣张惯了。 中心的工作人员谁见了他,不得点头哈腰,笑脸相迎。 就连那些精神病患者见到他都咧咧嘴,露出一点笑模样现在自己本来想为火雷说几句话,火雷却不时抬举地反驳自己,这让廖大本心中非常不爽。 他想在敲打敲打火雷,试图让火雷迷途之返。 只听廖大本继续说道,火雷,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如此害怕赵长枪,之前信誓旦旦要抓人,见到行凶之人是赵长枪之后,却马上就变成你了这副样子。 你至于怕赵长枪,怕成这副样子吗?赵长枪不过是家和氏一个过气的黑帮大佬。 现在连独龙会都被解散了,你为什么如此怕他,就算他是平川县长,可是他也管不到你头上啊,他现在在家和氏屁都不是。 火雷听着廖大本的话,心中不禁暗骂廖大本愚蠢。 这家伙竟然认为赵长枪只是一个平川县长,管不到自己,简直有些好笑。 赵长枪在家和氏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龙辉集团和赵庄几个村办企业,几乎拖起了家和氏的半边天空,而这两个经济实体却恰恰都和赵长枪有关系。 最夸张的是,当初赵庄公一瓶厂和加拿大瑞克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的时候,不但惊动了双和氏的领导,而且连常务副省长吴英雄都亲自过来给赵长枪捧场。 说赵长枪打个喷嚏,整个家和氏都要感冒是有点夸张,但是如果说赵长枪跺一脚,整个家和氏都要颤三颤,抖三抖,那是毫不为过。 就这样一个牛逼人物,廖大本竟然认为他是个屁一样的人物。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火雷偷偷看了一眼赵长枪,他惊讶地看到赵长枪听着廖大本的话,竟然只是轻轻微笑着,连句反驳的意思都没有。 火雷心中不禁暗叹一声,赵长枪这才是真的没有将廖大本放在眼中啊。 也许在赵长枪的心中,廖大本才是真正的屁一样的人物吧。 虽然赵长枪没说话,但是火雷却听不下去了,再让廖大本这货说下去,还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奇葩言论来呢,于是火雷猛然喝道。 廖大本,你给我闭嘴,请你不要开口黑帮,闭口黑社会的。 的确,谁都不能否认,读。 龙会曾经在家和市存在过。 但是,独龙会绝不是你口中的黑帮,独龙会的是非功过,家和市的人民自有评说。 再说了,直到目前为止,警方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赵县长和昔日的独龙会有关系。 廖大本,你的话不但是对我的侮辱,更是对赵县长的污蔑和诽谤。 火雷是见证了独龙会的成立,发展和解散的。 他自己心中明白,如果没有当初的独龙会,原来在家和市恶贯满盈的三财邦就不会毁灭得如此迅速,家和市八大天王也不会覆灭。 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独龙会,有岛国山口组扶植的养魂组,很可能就会在家和市发展壮大,一旦让养魂组发展起来,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因为这些原因,在火雷的内心里,从来就没有将独龙会当成黑帮,所以他现在听到廖大本开口闭口说,独龙会是黑帮组织,非常的反感。 廖大本见火雷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差,现在竟然敢呵斥他。 他恨不能跳到火雷身边咬他一口,奶奶的,好歹老子的,老子也是省委秘书长,你呀竟然敢这样对待老子。 有朝一日,老子也来个逆袭,成功上位,老子绝对不会让你好过。 不让你这个混蛋扒了衣服回家抱孩子,老子就不叫廖大本。 廖大本虽然心中愤恨,但是这家伙还不算太傻,知道,在家和市,自己弄不过火雷。 他也算看清楚了,火雷今天是铁了心,不想帮他了。 这个时候,自己说得越多,反而会更加激怒火雷。 于是,这家伙便彻底不作声了,只是将恶毒的目光投向了仍然躺在床上的顾小梅,心中暗暗发狠。 臭表杂,要不是因为你,老子今天能受这样的罪过,我廖大本今天发誓,这辈子如果不能把你给日个底掉,我就像你一样变成精神病,狗日的赵长枪。 我就不信你能守护在这个臭表杂身边一辈子,到时候,你去平川县上班,我就不信赵庄的那群土鳖也会像你一样保护这个臭娘们。 这家伙偷偷偷用怨毒的眼神看着顾小梅,心中正在歪歪日后等赵长枪离开家和市之后,自己怎么折磨顾小梅,却忽然听到从病房楼下传来一阵骚乱声。 不光廖大本听到了动静,包括赵长枪和火雷等房间里的其他人也听到了。 火雷一个箭步便窜到了窗户边上,探头朝下看去。 当他看到下面的情况后,马上瞪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原本已经松懈下来的神经猛然又紧绷了起来。 只见入目之处,一列由二十几辆车组成的车队正在浩浩荡荡地朝精神卫生中心驶来。 冲在最前面的是一六五辆解放大卡车,每辆卡车的车斗里满满当当全是人,往少处说,每辆车上也得有四十人,五辆车加起来就是二百多人。 大卡车的后面是十几辆小车,轿车面包车,都有。 火雷不用想就能猜到,这些车子里面肯定塞满了人。 此时,车队已经被守在大门口的持枪警察拦了下来,车上的人都从车上跳了下来,开始七嘴八舌地和警察交涉。 原本守候在病房楼下的警察,正精神高度紧张地盯着病房楼里面的动静。 此时看到忽然围上来这么多人,心情不禁更加紧张了,下意识地便将枪口对准了这些人。 然而,面对这些鹤枪实弹,武装到牙齿的警察,这些人脸上不但没有丝毫的惊慌之色,反而纷纷七嘴八舌地呵斥警察,让他们赶紧闪开道路,看那架势。 如果眼前这些警察不给他们闪开道路,他们就会硬闯进来一样。 看着下面剑拔弩张的形势,火雷的心立刻跳到了嗓子眼,他不明白,忽然来到的这帮人是哪里人,他们又是来干什么的。 但是他知道,眼前的形势非常危险,那些人情绪太激动了,事情如果一个处理不好,就会造成警察和群众之间的流血事件,到时候,自己这个局长可就要倒大霉了。 火局,火局,大事不好了。 有大队人马意图冲进医院,有大队人马意图冲进医院,我们正在和他们交涉,请。 指示,请指示。 火雷的指挥用对讲机中传出一个急促的声音。 问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火雷大声说道,一边说,一边开始快速思考对策。 然而火雷的话刚说完,却听到就站在他身边,同样已经看到下面动静的赵长枪,淡然地说道。 火局,不用问了,他们都是赵庄的老百姓。 之前,我怕我和你们去警局之后,会有人再对小美嫂子不利,所以便告诉他们派个人来保护和照顾小美嫂子。 但是没想到,他们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呵呵,啊,他们都是赵庄的老百姓,火雷差点被雷地咬掉了自己的舌头,心说。 我靠,赵庄果然不亏号称。 家和是第一庄,奶奶个熊的,可真够霸气的,老子之前弄出的这点动静,在人家面前,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啊。 火雷策划的这次行动,总共出动了八十多名警察,而人家赵庄,一下子就来了二百多人。 单从人数上说,他闹出的那点动静,和赵庄的手笔比起来,的确有些小屋见大屋了。 嗯,他们的确都是赵庄的普通老百姓,不是坏人,让你的手下,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看见那个领头的吗?他叫赵炳武,是赵庄的现任村之书。 之前当我告诉他小美嫂子被人欺负,需要保护的时候,他非要来个赵庄总动员。 被我训了一顿后,才答应少带几个人来保护小美嫂子,赵长强继续说道。 火雷听着赵长强的话,不禁直咧嘴,鹅滴娘啊,这还是少带几个人。 如果赵炳武没有听赵长强的话,此刻他看到将会是什么样子。 估计自己带来的这些警察就要被人海淹没了吧。 火雷虽然不知道赵庄确切有多少人口,但是想来不会少,少说也得三千多吧。 赵炳武竟然打算将这些人全都动员起来保护顾小美。 我的乖乖,那将是一幅什么景象?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一幅千军万马围堵精神卫生中心的壮观画面。 此时廖大本也看清了下面的情形,这家伙听着赵长强的话,差点晕过去。 他刚才还想着等赵长强离开家和市之后,就去报复顾小美,现在看来,这个决定简直就是赤果果的找死啊。 赵长强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但是赵庄人如果全体出动的话,一人一口吐沫也能将老子淹死啊。 看来以后,老子还是得离这个臭女人远一点料大本无奈地想到。 这家伙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成功强奸,顾小梅了,如果之前自己真的把顾小梅办了,那才真叫,后果不堪设想。 撇过赵长强不说,单单赵庄的老百姓也能将他吃的骨头扎字,都不剩。 赵庄人不能惹啊,不能惹。 火雷在震惊赵庄人大手笔的同时,却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虽然他已经决定不再帮着廖大本说话。 但是,赵长强毕竟将廖大本打成了重伤,鼻梁骨都砸骨折了,一嘴门牙也没了。 所以,他必须将赵长强带回到警局,以便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弄明白赵长强到底为什么要暴打廖大本。 可是现在赵庄来了这么多人,自己还能将赵长强顺利带走。 然而,自己如果不把赵长强带回警局协助调查,就无法给廖大本一个交代。 廖大本很可能会起诉自己包庇赵长强,别有用心地针对他。 廖大本毕竟是省委常委廖凯隆的儿子。 廖凯隆也许不会包庇他的儿子,为他的儿子洗脱罪责,但是他也绝不会让别人别有用心地针对他的儿子。 如果自己为了讨好赵长强而恶意针对廖大本,恐怕后果非常严重。 火雷心中正在发愁,却见身边的赵长强忽然摸出了手机,然后快速地拨通了号码,对着话筒说道。 丙武哥,你到底怎么搞的?我不是说过不要让你带这么多人过来吗? 呵呵呵,我这不是想震慑那些谢小之辈吗?让他们知道赵庄人不是好惹的吗? 省得他们以后还贼心不死地想获害小梅嫂子。 赵丙武知道顾小梅的病房,所以他一抬头便发现了正站在窗口和他通话的赵长强。 这家伙,鬼心眼还不少,赵长强心中暗笑,口中却平静地说道。 行了,丙武哥,留下两个人照顾小梅嫂子,其他人你赶紧让他们全都回家吧,再闹下去,和警察起了冲突,事情弄大了,就不好收场了。 是,枪哥,你放心,我也就是想借着此事亮亮咱赵庄的威风镇着那些花缸眼脑袋。 现在目的已经达到,我马上让他们离开。 赵丙武向赵长强挥了挥手,挂断了电话。 然后转身对还在和警察对峙的乡亲们大声说道。 各位老少爷们,刚才枪哥说话了。 小梅主任现在平安无事,已经睡着了。 他让我们留下两个人照顾他,其余人赶紧都回去。 赵长强在赵庄的微信是无人能比的,既然他让大家马上离开,当然不会有人反对。 于是,赵兵武点了两个人留下后,其余的全都重新上了汽车。 一时间,汽车喇叭声,马达轰鸣声响成一片。 不到几分钟,二十多辆车子全都离开了。 赵丙武带着赵庄的乡亲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来去去,就像一阵风。 但是来来去去之间,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着渐行渐远的车队,无论是病房楼下面的警察, 还是顾小梅病房里的火雷和廖大本,心中都泛起一个念头。 以后没事,绝对不能招惹赵庄人,赵庄人是属狗的。 一个人被欺负,全庄人都往上扑。 火雷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 他看了看赵长强,眼神中流露出一幅敬佩之情。 他本来以为赵长强会让赵庄人威胁警察, 从而让他和赵庄人一起离开的。 没想到赵长强不但亲自下令让赵庄人回去了, 而且自己留了下来。 他留下来的目的当然是想主动配合警方调查清楚他和廖大本之间的事情吗? 火雷大手一挥,喝道。 收队。 顾小梅病房里的两名刑警和门口的三名特警, 跟着赵长强和廖大本就要离开顾小梅的病房。 看着一脸淡然的赵长强,廖大本心中不禁暗暗发狠。 狗日的赵长强,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就算火雷不站在老子一方,老子这次也能将你送进牢房。 赵庄人再残活也不敢和公家人对着干吧, 他们总不能干扰司法公正吧。 这家伙已经打定了主意, 自己一口咬定是正在给顾小梅进行精神介入治疗的时候, 顾小梅忽然发疯, 不但将自己的衣服脱了个金光, 还把她的衣服也扒了个七七八八。 结果就在这时候, 赵长强忽然闯进来, 不问青红皂白, 就把她暴打一顿, 打成了重伤。 只要警察采信了自己的这个说法, 自己就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重要的是, 赵长强至少要承担个故意伤人罪。 廖大本很清楚, 自己的犯罪证据一旦被警察知道后, 自己面临的将会是什么样的惩罚。 不过最让他感到恐惧的, 还不是法律的制裁, 而是来自他父亲廖凯隆的愤怒。 廖大本非常了解的自己父亲, 老家伙虽然整天对自己板着脸, 并且从来不会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为自己开任何的后门, 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地进步, 干出一番事业, 活出一个精彩。 如果让老头子知道了, 自己今天干的这种事情, 老头子在失望之余, 很可能不等法院判决, 就先打断他的狗腿,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廖大本在心中不断地酝酿酿, 等会儿自己到了警局后, 怎样回答警察的问话。 这家伙的脑海中, 开始模拟待会儿自己到达警局后, 警察会如何审问自己。 为什么顾小梅会光着身子, 她自己脱的? 为什么你也光着屁股, 是顾小梅给老子脱的? 顾小梅为什么会这么做? 她是疯子吗? 精神病发作了,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没听说前段时间, 美国一个女精神病患者, 从医院偷跑出来, 一上午推到了三个男人, 最后还用牙齿咬掉了一个男人的舌头吗? 顾小梅一个女人,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疯子的力气都大, 发起疯来, 连彪悍的公牛都不是对手。 没听说前些天一个女斗牛市, 在被公牛顶倒的情况下, 还愣是将公牛的耳朵割了下来, 据说那个女人就患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不是精神分裂症, 一个好好的女孩子, 跑去逗个屁的牛, 那是男人的活。 轻微精神分裂症都能猛到这个程度, 顾小梅病到这种程度, 想想看, 她若发起风来, 得有多猛? 妈的, 老子的鸡鸡没被她当场割下来, 就算老子的祖坟上冒青烟了。 可恨赵长枪这个混蛋, 当时老子都被顾小梅给强, 报了, 她闯进病房后, 不赶紧制止发疯的顾小梅, 却把老子打成了重伤, 赵长枪如果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天理难容啊。 不得不说, 要大本胡乱编造的这套说辞, 虽然和事实谬以千里, 但是要想搏倒她这套谎言, 找出事实的真相, 却非常的困难, 毕竟她的这套谎言也不是天方夜谭。 精神分裂症患者全身上下脱光光绕着大街胡乱跑的事情, 经常见诸暴端, 也不算个稀奇事。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顾小梅病情发作, 不但撕烂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并且脱掉了廖大本的衣服, 是有这种可能的。 最重要的是, 当廖大本意图强奸顾小梅, 被赵长枪打断的时候, 病房里只有她, 赵长枪, 和顾小梅。 顾小梅。 现在是个精神病患者, 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偶尔说出来, 也没有丝毫的逻辑性可言。 所以, 她当然不能指认廖大本意图强奸她。 即便日后顾小梅的病好了, 也不能这就给了廖大本弄虚作假, 掩盖事实真相的机会。 到时候, 她将这套谎言说出来, 和赵长枪各执一词, 警察到底相信谁的, 就看谁掌握的证据和证人多了。 由于事发突然, 两个人几乎都没有什么有力的物证。 而医院是廖大本的地盘, 肯定会有许多人愿意为廖大本作证, 证明廖大本的话都是千真万确的。 想到得意处, 廖大本的嘴角竟然微微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她认为, 自己编造的这套谎言, 足以混淆视听, 以假乱真了。 狗日的火雷, 就算你想给赵长枪舔屁眼, 想和他穿一条裤子。 可是当所有的证据都对赵长枪不利的时候, 你难道还敢包庇赵长枪不成? 廖大本得意地想到, 一边想一边偷偷看了一眼赵长枪。 这家伙为自己能想出一个如此天才的谎言, 兴奋地连鼻子上的伤都忘记了。 他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医生曾经让他处理完事情后, 要尽快地, 最好在一个小时以内就赶回医院接受手术。 然而现在廖大本早已经忘了这个岔口了。 赵长枪根本没有注意到廖大本的眼神, 或者是注意到了, 却不想搭理他。 当火雷下达收队的命令后, 他一边往房间外面走, 一边扭头看向仍然躺在病床上的顾小梅。 自从顾小梅睡过去之后, 病房里虽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顾小梅在药物的作用下, 并没有醒来。 他睡得很踏实, 神色安详, 面色红润, 盖在胸脯上面的被子, 有规律地微微上下起伏着, 就像童话中的睡美人一样。 单看顾小梅现在这副安详美丽的样子, 谁都不会想到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只以为这是正在等待白马王子到来的睡美人。 顾小梅以前和赵庄的浪荡娘们小翠花 合称赵庄双臂, 取赵庄双臂之意, 意思是说, 这俩人就是赵庄的公共汽车, 人尽可夫的货色。 但是自从顾小梅仓妇从良, 改邪归正之后, 她却又得到了另一个外号。 这次却是和大美女王淑芳合称赵庄双怪。 这个外号不是赵庄的男人给她们起的, 而是赵庄的大闺女小媳妇们给她们两个起的。 用怪这个字眼来形容两个美女, 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但是王淑芳和顾小梅的确非常奇怪。 人们常说岁月是把杀猪刀, 但是这把杀猪刀在这俩女人身上好像失效了, 她们好像被岁月老人彻底地遗忘了, 让她们的容颜永远停留在了她们最美的那个时刻。 两个大嫂级别的女人今年都是35岁, 但是她们违背了自然界的新陈代谢规律。 容颜看上去好像25岁的女人一样, 眼角眉梢光洁亮丽,没有一条皱纹。 想想看吧,王淑芳能和魏婷、李若萍、 谢兰兰等一杆青春少女一起竞争赵长强? 她如果看上去好像一个老太婆一样, 恐怕就算赵长强对王淑芳情有独钟, 他们也不会接纳王淑芳的。 顾小梅的亮丽丝毫不输于王淑芳。 不同的是,王淑芳身上有种天然的淡雅气质, 好像出于泥而不染的莲花, 而顾小梅身上却有种天然的柔美, 好像时刻充满诱惑的红玫瑰。 赵庄大闺女小媳妇羡慕她们两个, 却又没有她们身上的特殊基因, 羡慕妒忌恨之下便给她们起了个赵庄双怪的外号, 看着顾小梅安详熟睡的样子。 赵长强心中不禁发出一声铠叹。 但愿小梅嫂子醒来后, 一切都会好起来吧。 赵长强想到了自己打算撮合小梅嫂子和宗伟羊的事情。 说起来也许是巧合, 也许是冥冥中自有天定。 这两个被赵庄人相提并论的女人, 现在竟然都是寡妇。 现在赵长强和王淑芳的关系已经确定, 她也希望顾小梅能顺利地和宗伟羊组成一对。 赵长强一边凯叹, 一边将目光缓缓地从小梅嫂子身上移开, 然而,就当她的视线扫过墙角的一个小橱柜的时候, 她的心中忽然一愣。 精神卫生中心为了方便病人乘放个人物品, 在每个标准病房的墙角都放置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小橱柜。 橱柜上面有那种和门把手一体的内嵌式门锁。 问题就出在门锁上, 赵长强惊讶地发现, 门把手上的锁已经被人卸掉, 取而代之的竟然是一个微型摄像头。 不错, 那的的确确是个摄像头, 赵长强是专门接受过各种训练的, 他绝不会看走眼。 而且, 摄像头对准的方向竟然正是小梅嫂子的病床。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摄像头是谁放上去的? 难道是廖大本? 可是他放上这个摄像头的目的是什么? 赵长强正在想着这个问题, 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 这个摄像头现在是不是还在正常工作? 如果还在正常工作的话, 岂不是就能将之前廖大本试图强暴小梅嫂子的事情 全都记录下来了? 那两名刑警一直跟在赵长强后面呢? 他们虽然不敢真的压接赵长强, 但是样子还是要做做的。 他们一直在注意着赵长强, 所以当赵长强发现那个摄像头之后, 他们顺着赵长强的视线看去, 爷爷马上发现了那个摄像头。 那个摄像头的安装手法并不高明, 只要被人注意到了地方, 很容易就会被人发现, 但是这个摄像头也绝对不是医院统一安装的。 如果是医院统一安装的话, 绝对不会安装这样的摄像头, 也不会安装在这样秘密的位置。 火局, 等一下, 高个子刑警马上对刚刚走出病房门的火雷说道。 怎么? 火雷默然回首, 刚想问问怎么回事, 却发现一名刑警已经迈步走向墙角的衣柜。 火雷赫然发现, 那个小柜子的锁孔上, 竟然嵌着一个微型摄像头。 火雷马上对等候在楼下计真科的同志下达了命令。 老王, 带着你的人快点上来, 我们发现了一个微型摄像头, 需要判断它是否正在工作, 并且, 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它的终端在哪里。 有马感, 你是怎么发现它的? 火雷也不急着让大家离开了, 而是兴奋地问已经走到摄像头面前的高个子刑警。 游步的火雷不激动, 如果这个摄像头还在工作, 那么他肯定记录下了之前的东西。 那么, 赵长强和廖大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不过让火雷有些不明白的是, 到底是谁将这个摄像头放上去的呢? 不可能是廖大本吧。 刘马感苦笑一下说道, 火菊, 这可不是我们发现的, 是赵县长发现的。 刘马感虽然没有听到赵长强亲口告诉他, 那里有个摄像头, 但是赵长强的眼神告诉了他。 刘马感心中有些惭愧, 自己可是刑警, 按说他们来到现场后, 马上就应该对现场进行侦查的。 可是由于他们来到病房后, 病房里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特别是随后廖大本到来后, 更是和赵长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所以, 后来他们竟然只想着带着赵长强和廖大本离开, 却忽视了这里曾经是赵长强爆打廖大本的现场, 没有对病房进行仔细地侦查。 结果竟然没发现, 这里赫然藏着一个摄像头。 惭愧的同时, 刘马感也非常佩服赵长强, 牛人就是牛人啊, 竟然在就要被警察带走的情况下, 还在想着侦查现场, 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厉害呀厉害。 其实他哪里知道, 赵长强能发现这个摄像头, 完全就是一个偶然。 技术人员很快赶了上来, 取出几个高端设备, 一翻摆弄之后, 一名三十多岁的技术人员忽然一脸疑惑地说道, 咦,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难道这个摄像头是个坏的, 或者一直没有工作? 火雷有些紧张地问道,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物证, 如果一直没有工作, 他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不是的, 火局, 通过我们的检测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 这个摄像头之前一直在工作。 并且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编码破译, 轻松截取这个无线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说着话, 技术员双手在键盘上一阵飞快的敲击, 很快, 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上便出现了一个画面。 画面正是病房里的情景, 镜头对准的方向正是躺在床上的顾小梅。 虽然清晰度不是很高, 但是通过画面, 火雷还是清楚地看清了顾小梅沉睡中的容颜。 能不能获得以前拍摄的内容? 火雷马上问道。 不能, 这个摄像头本身没有存住设备, 只能将画面实时地传给后方的监控终端, 然后由终端将之前拍摄的画面记录下来。 所以, 要想知道以前拍摄的内容, 我们还得必须找到这个摄像头的终端。 技术人员语速很快地说道。 零。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当技术人员说出不能两个词的时候, 廖大本的脸上竟然隐隐露出一丝轻松的表情。 其实, 无法获得摄像头之前拍摄的资料后, 心中顿时有些暗暗高兴。 然而, 还没等这家伙高兴完呢, 却听到那个技术员又说道, 要想找到这个摄像头的终端并不难。 不过让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 这个摄像头的终端设备竟然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靠拢。 现在已经到了这座病房楼的下面。 技术人员一边说, 一边用手指点了一下面前的电脑屏幕。 电脑屏幕上是精神卫生中心的电子平面图。 在代表病房楼的建筑物上有一个红点正在不断地模拟向外发射信号, 一个个扇形圆圈不断地向外扩散。 而另一个红点正在模拟接收, 这个接收装置的位置却是正在病房楼的下面。 火雷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的平面示意图之后, 马上迈步,再次回到窗户边上, 探头朝下看去。 就在此时, 他的耳脉中传来手下的汇报声。 火局,有个叫王明的人过来了, 他说他有廖大本试图强奸顾小梅的犯罪证据。 火雷马上明白了, 眼前这个摄像头的终端肯定就在这个叫王明的人身上。 至于他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在顾小梅的病房里, 秘密安装监控设备, 只有问过他自己才知道。 王明, 带他回警局, 注意态度, 对人家客气一点, 火雷大声命令道。 赵长强和廖大本虽然没有听到火雷手下的汇报, 但是他们却听到了火雷下达的命令。 在通过之前发生的事情, 两个都推断出了答案那个持有摄像头终端的人来现场了。 毫无疑问, 他手中的终端设备中肯定存有大量的视频录像。 得到这个推断后, 两个人脸上的表情截然不同, 赵长强脸上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平淡。 好像这件事和他无关一样。 事实上, 自始至终赵长强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在赵长强看来, 廖大本就是一个十足的败类, 竟然敢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用墙, 简直该死。 他虽然踢了他的淡淡一脚, 却没有彻底爆掉, 就算手下留情了, 鼻梁骨断了算了什么。 做个手术就好了。 没看到廖大本这个混蛋都没影响四处乱跑, 牙齿掉了算什么? 按上一尺啥都不耽误, 还防止蛀牙。 至于廖大本的老子是廖凯隆, 赵长强更是没放在心上。 廖大本是廖大本, 廖凯隆是廖凯隆, 两人虽然是父子, 但是绝对不是一路人。 以赵长强对廖凯隆的了解, 他绝对不会为了包庇袒护自己的儿子, 而专门特意地对付自己。 赵长强也曾经想到过, 廖大本可能会胡编乱造些理由为他自己开脱, 甚至有可能来个猪八戒摆镇, 倒打一耙。 但是只要警察下大力气去查, 最终肯定能将真相查清楚。 自己在家和事, 好歹也不是岌岌无名之辈, 火雷敢不用心查。 出真相? 由于这些原因, 赵长强对这个摄像头的出现还真没太在意。 廖大本可就不行了, 他听说一个叫王明的人带着摄像头终端已经到了病房楼的下面后, 脸上的汗蹭蹭地向外貌, 身体也不断地轻轻颤抖。 别人不知道王明是什么人, 他廖大本可是清楚得很。 自己放到王明的手中, 是真的完蛋了, 这家伙想想自己之前强行扒掉顾小梅的衣服, 打算强暴他的事情竟然被王明拍摄了下来, 就感到脑袋一阵阵天旋地转, 眼貌金星。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道是因为他心中太焦急紧张, 还是脸上的麻药过了药性, 他竟然感到从鼻梁鼓塌陷的地方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然后怪叫一声, 仰面就要栽倒在地。 幸亏一直跟在他身后的那名刑警眼疾手快, 一把将他扶住了。 不过即便如此, 这廖大本还是昏迷了过去, 人是不知。 火雷一看, 廖大本好像不是装的, 马上命人将他送到了医院。 他自己则带着人收队, 打到回府, 当然赵长枪也跟着去了警局。 火雷坐在往回赶的警车里, 还在想呢? 他奶奶的, 今天这是弄的, 一地鸡毛啊! 回到警局后, 火雷吩咐人将王明的笔记本电脑收了上来, 同时吩咐人给他笔录。 而他则亲自将赵长枪让到了局长办公室, 亲自给赵长枪做笔录。 这也算是对赵长枪特殊照顾了。 警察很快就弄明白了, 王明为什么要在顾小梅的房间里放置摄像头, 王明又都拍摄到了什么? 原来, 王明正是顾小梅原来的负责医生, 现在已经辞职不干, 与其说王明是辞职不干, 不如说他是直接被廖大本逼走的。 原来, 顾小梅第一次住进精神卫生中心的时候, 负责医生就是王明。 所以, 他这一次救病复发, 再一次住进精神卫生中心之后, 王明自然而然的还是他的负责医生。 然而让王明想不到的是, 他刚刚给顾小梅持续治疗了两天, 院长廖大本忽然找到他, 让他不要再给顾小梅治疗了, 顾小梅将由他廖大本亲自负责。 王明是个很有责任心, 也很有科研精神的人, 他最近正在做一个研究课题, 名字叫《浅谈人类情绪剧烈波动, 诱发精神分裂的概率》。 为了做好这个研究课题, 王明需要大量的临床病人, 而顾小梅因为在一年之内猝死两个至亲之人, 丈夫赵大同更是由死到生, 然后又由生到死。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顾小梅的情绪大起大落。 而为了工作, 她又不得不每天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对每一个客户都笑脸相迎, 所以最终导致了她精神的崩溃。 所以,对王明来说, 顾小梅是个非常典型的 因为情绪剧烈波动而导致精神出问题的病人, 非常有研究价值。 因此,当院长廖大本打算亲自给顾小梅做治疗, 而不再让她负责顾小梅时, 她当时便回绝了廖大本, 并且将自己的理由详细地告诉了廖大本, 希望廖大本能不要和自己抢这个病号。 然而廖大本根本连听完她的理由的兴趣都没有, 就直接让她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王明感到非常愤怒, 但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人家是院长, 自己就是个打工仔, 不听人家的不行啊, 这年头一生找份工作也不容易, 特别是精神科的医生。 不过有一点王明很好奇, 廖大本这次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依她对廖大本尿性的了解。 廖大本喜欢公民钓鱼, 喜欢管理, 用她自己的话说, 她喜欢指点江山挥斥方球的那种感觉, 她很少亲自做临床, 给病人看病。 廖大本这次是怎么了? 是心疯了? 还是脑袋里面长东西了? 当王明将自己的疑惑告诉自己的一个同事后, 她的同事却马上瞪大眼睛, 吃惊地问她。 你不知道, 廖大本为什么要主动负责顾小梅?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廖大本肚子里的蛔虫, 王明梅好气地说道。 哎呀, 我说哥们, 你整天做研究, 研究成书呆子了。 你没看到廖大本看到顾小梅时候的那眼神, 我敢打赌, 廖大本对顾小梅绝对没按着好心。 你是说, 廖大本企图对顾小梅图谋不轨, 可是顾小梅是个精神病人啊。 王明承认顾小梅是个大美女, 可是她现在可是一个精神病人啊。 廖大本如果在这时候想上她, 岂不是衣冠禽兽, 或者是禽兽不如? 精神病人怎么了? 人还不是那人, 活还不是那活, 女人不是男人, 要想办那事儿, 还得先需要一股精气神, 也许廖大本就喜欢这一口呢? 我草, 廖大本竟然敢打这样的主意, 她,她还是人吗? 王明简直有些无语了, 她终于明白, 廖大本为什么要亲自负责顾小梅了, 就是为了下手方便吗? 王明有点舒呆子气, 为人也颇有些古道热肠的意思。 因为顾小梅第一次精神分裂症, 发作住院, 负责医生也是王明, 所以, 王明和顾小梅接触已经有一段时间。 王明也非常地同情顾小梅的遭遇。 所以, 当她知道廖大本有可能会对顾小梅不利之后, 便想帮帮她。 这家伙也够愣的, 因为顾小梅的事情, 她竟然直接就找到了廖大本的办公室。 好歹这家伙还算知道点人情事事, 捡了个廖大本办公室没有其他人的时候, 才过去。 王明没有废话, 直接劝说廖大本不要企图对顾小梅不利。 这伙计按着治病救人, 成前毕后, 无则加免, 有则改之的原则, 苦心破口地劝说廖大本。 王明告诉廖大本, 顾小梅现在是个病人, 要想对她实施性侵犯是不道德的, 院长大人是伟大的, 前途是无量的, 不能干这种不道德的事情, 那样会毁了顾小梅, 同样也毁了廖大院长。 为了避免一场灾难的发生, 王明几乎说得声泪俱下。 如果他这番话放到抗日战争,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 说不定廖大本会被感动得呜呜的, 然后马上开始进行自我批评, 最后痛下决心, 一定洗心革面, 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可惜的是, 现在是改革春风吹大地的时代, 很多人在春风中茁壮成长, 也有一部分人在春风中腐朽了, 受了资本, 逐意的侵蚀和毒害。 王明就是茁壮成长的人, 廖大本就是被毒害了的人。 两个已经不是一路人, 所以王明对廖大本说那些东西, 根本就是对牛弹琴。 只能惹起牛的反感, 最后一头将王明撞翻在地。 廖大本听着王明的话, 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心说, 我日啊, 这王明到底是什么人啊, 以前只知道这家伙是个书呆子, 不喜欢说话, 只知道搞研究。 没想到这家伙根本就是狗屁不通啊, 就算你知道老子想上顾小梅, 你也不用这么直截了当地 跑到老子的办公室机里呱啦, 满嘴喷粪吧。 你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老子的打算啊。 廖大本不等王明将那些赶人肺腑的话全部说完, 就冲王明咆哮到王明, 你有病啊? 病得不轻, 有病赶紧去治病, 我给你批假期。 王明没想到自己帮人还帮出毛病来了, 于是便和廖大本吵了起来, 最后猛然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吼道, 曹, 你想给老子准嫁, 老子还不用了, 老子不干了, 拜拜吧。 于是乎, 王明竟然真的就辞职了。 不过这个书呆子办事细心, 他生怕自己离开之后, 廖大本会对顾小梅不利, 于是在临走之前, 竟然去电子爱好者商店买了无线摄像头, 偷偷放到了顾小梅的房间里, 然后才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了。 王明是一根筋,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如果廖大本能够给顾小梅正常治疗还好, 如果他想对顾小梅不利, 他不但要马上过来, 而且会将视频资料作为证据交给警方, 控告廖大本。 无线摄像头的终端设备就是王明的笔记本电脑, 由于他购买的摄像头是迷用版, 所以无线传输距离有限, 因此他直接在精神卫生中心不远处的一座桶子楼里租了一间房子, 专门监控顾小梅的房间。 反正这家伙已经失业, 他也没打算现在就去找工作, 有的是时间陪廖大本玩。 至于他这种行为是不是已经涉嫌偷窥, 已经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实际上, 今天上午, 当廖大本开始对顾小梅施暴时, 王明就在电脑屏幕上发现了, 他当时就要赶过来, 制止廖大本犯罪。 可是还没等他离开自己的房间, 他就惊讶地看到一个年轻人忽然闯进了顾小梅的房间。 闯进顾小梅房间的人当然就是赵长枪。 当王明在电脑屏幕上看到赵长枪一拳差点将廖大本的鼻子砸眉时, 兴奋得差点从地上蹦起来。 后来在病房里发生的一切, 王明都看到了, 当他看到警察已经发现了摄像头, 并且试图将他从小橱柜的门把手上弄下来时, 他知道自己该去见警察了。 他要将廖大本的犯罪证据交给警方。 同时也算是自首, 毕竟私自监视顾小梅的病房, 好像也是违法的。 有了王明的证词, 再加上他拍摄的视频, 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因为赵长枪攻击廖大本是为了制止廖大本现行犯罪, 虽然有出手过重的嫌疑, 但是毕竟廖大本也对赵长枪进行了攻击。 所以, 警方对赵长枪不讲不乏, 当即释放。 而廖大本可就苦逼了, 这家伙意图强奸, 更加严重的是, 他意图强, 报的还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按照相关法律, 这种情况肯定是从众判罚的。 然而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廖大本最后竟然逃脱了法院的审判, 不是他本事大, 请动了高手为他摆平此事, 而是他最终失去了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他疯了。 这家伙住进嘉禾市人民医院的第二天就疯了, 不过他得的不是精神病, 而是神经病。 根据嘉禾市的医生诊断, 这家伙因为鼻梁骨被打断, 整个鼻子都快没了, 却拒绝立即接受手术, 而是在用麻药控制住疼痛之后, 坚持跑出了医院, 最终因为耽误了最佳手术时间, 伤口感染到了脑部神经丛, 所以, 廖大本疯了。 虽然廖大本和顾小梅的发病原因不一样, 但是两个人的症状表现却差不多。 廖大本的症状表现甚至比顾小梅更严重, 整天疯疯癫癫, 胡言乱语, 活脱脱一个穿越而来的吸毒欧阳风。 这是后话, 暂且不说再说赵长强。 事情的真相弄明白后, 赵长强虽然可以离开警局了, 但是火雷并没有马上让赵长强离开, 而是亲自和赵长强聊起了另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火雷告诉了赵长强一件事情, 最近一个多月, 独龙会在嘉禾市又露头了。 赵长强听了这个消息后, 当时就是一愣。 他早已经亲自下令将独龙会解散, 成立龙会集团。 原来的独龙会成员, 除了精挑戏选出来的200多名兄弟, 进入新成立的龙会集团, 特别公关部之外, 其他的普通兄弟, 全部被分到了龙会集团旗下的各个部门。 当初负责这件事的, 正是原独龙会的副帮主把总。 把总在征得赵长强的同意后, 对原来独龙会的兄弟进行综合考评, 按照他们以往在独龙会立下的功劳, 以及他们个人的爱好和能力, 将他们安排到了龙会集团不同的位置上。 而原来博士带领的独龙会行堂, 则成了龙会集团后勤部, 专门负责龙会集团的后勤工作。 并且, 当时赵长强还曾经下过封口令, 不准原来独龙会的兄弟们再提独龙会这个词。 虽然独龙会自从成立后, 无论是在贾河市官场, 还是在贾河市老百姓当中口碑都非常的不错, 甚至连火雷这个公安局长, 实际上不光火雷, 就是以前的于大彪, 也对独龙会的评价非常高。 但是赵长强明白, 无论怎么说, 独龙会当初和三财帮在贾河市争霸, 都是一段不能见光的岁月。 即便他们曾经做的事情是正义的, 是有理由的, 但是不能见光的东西, 就是不能见光。 独龙会当初干的那些事情, 可是游离在法律框架之外的。 赵长强非常明白一个道理, 有些事可以做, 但是不能说, 而有些事却可以说, 但是不能做。 比如, 当初独龙会血腥灭掉三财帮的事情, 独龙会做了之后, 家和市大多数人不但没有谴责他们, 反而暗中为他们叫好, 为他们喝彩。 但是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到处乱讲, 甚至到处炫耀, 不然就会有人来查水表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前老爷子让赵长强从谢总退出后, 赵长强很快便解散了独龙会, 成立了龙徽集团, 让原来独龙会的兄弟全部站到了阳光下。 在这种情况下, 家和市竟然又出现了独龙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成员都是由什么人组成, 是不是和原来的独龙会有关系? 赵长强心中想到了一连串的问题。 哦, 火菊, 你能不能和我详细说说, 这个忽然出现的独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现在这个忽然冒出来的独龙会, 和以前的独龙会绝对没有半点关系。 赵长强皱着眉头问道, 他已经看出来了, 火雷想让自己插手此事。 这样吧, 我让长马杆过来和你仔细说一下吧, 这件事是他负责的。 火雷一边说话, 一边拨通了长马杆的电话, 让他过来一趟。 赵县长, 现在这里没外人, 就你和我, 我就称呼你一声枪歌吧。 枪歌, 说实话, 我这个局长可是远远不如鱼局和魏局在的时候好干了。 在等待长马赶到来的时候, 火雷不禁唏嘘道。 赵长强虽然年纪不如火雷大, 但是当初赵长强跟着李朝天, 名栋林河市的时候, 火雷还是一名小小警察呢。 后来, 火雷因为攀上夹和市副局长武传河的县, 才被提拔成一个城官派出所的所长。 至这时候, 赵长强已经暗中成立独龙会, 成为独龙会的老大了。 连局长于大彪见赵长强都得笑脸相迎, 别说他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所长了。 那时候, 火雷见了赵长强, 想喊一声枪歌, 人家都不一定答应。 所以, 现在火雷喊赵长强枪歌, 丝毫没有感到不妥。 赵长强也没有在一个称呼上和火雷纠缠, 而是微笑道。 火菊, 这话怎么说? 哎, 想当初, 家和市有独龙会坐镇, 一帮泄小没有一个赶榨毛的。 家和市的犯罪率也连年创新低, 市局几乎每年都受到双和市上级机关的嘉奖。 于局和卫局也因为成绩斐然, 而先后被提拔。 可是现在轮到我火雷, 事情就变了。 几乎自从年初我上任开始, 家和市的治安就开始下滑, 犯罪率也逐渐升高。 说实话, 我是真希望独龙会没有解散啊, 可惜啊, 真独龙会没有出现。 倒是冒出一个假的给人添赌, 火雷轻轻叹了口气说道。 赵长强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 没有做评论。 事实上, 他心中很清楚, 火雷说的很可能是家和市的事情。 火雷的话听起来好想有点不可思议, 给人的感觉是堂堂警察局威慑里好像还不如当初的独龙会。 事实上, 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警察办案抓人是要讲究证据的,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就算警察心中明知道谁是犯罪分子, 他们也不能抓人, 顶多把人给拘起来, 到了时间还得放人, 这就给了犯罪分子侥幸心理, 总是侥幸自己, 可能不会被抓在家上, 现在上面305身要文明办案。 文明办案当然是个好事, 保护了嫌疑人的各种权利, 但是毫无疑问, 这也降低了警局这个国家暴力机构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 而当初的独龙会可不是这样子的, 独龙会在和三财邦, 以及后来的养魂组的一次次血拼中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 别看独龙会的成员整天一副老好人的样子, 今天时今不昧, 明天浮忙人过马路, 后天帮着老奶奶压脸等等。 但是家和世道上的人都明白, 那是没人惹着独龙会, 如果有人一旦惹到独龙会,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三财邦, 养魂组就是榜样。 所以, 在那些岁月里, 家和世的那些街头混混, 谢小之辈, 别说见到靶总, 赵玉山, 医生等等这些独龙会的巨头, 平时, 他们就是见到一个独龙会的正式小弟, 他们也得在人家面前点头哈腰, 敬烟凤茶。 如果谁有姓或准加入了独龙会, 那可是比封建社会中状元, 现代社会重大奖都兴奋。 虽然独龙会有规矩, 不能在外人面前嚣张跋扈, 不能装逼。 但是真正牛逼的人是根本不用装逼的。 最重要的是, 由于独龙会在家和世的名声很好, 那些问题少年加入后, 竟然会得到他们父母的支持, 这可就太说明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 独龙会就是家和世的地下风向标, 规则的制定者。 比如独龙会说一句, 不准偷羊, 如果家和世有哪个家伙, 敢冒险偷了人家的羊, 就等着独龙会的人将你大谢八块吧。 毫无疑问, 独龙会的这种做法, 肯定是不合法的, 这也是后来赵长强解散独龙会的原因。 但是在当时, 对维护家和世的治安, 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 自从独龙会解散后, 人员编入龙会集团, 成为上班族后, 独龙会就逐渐地成为了一个传说。 对那些潜在犯罪分子的威慑力, 也逐渐消失。 赵长强虽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他绝不会当着火雷的面, 去评论当时的独龙会的, 毕竟他曾经是独龙会的缔造者, 而且这个话题太敏感。 其实, 独龙会的成立是偶然, 也是必然。 如果没有前老爷子的授意, 赵长强也不敢那样搞的。 不过赵长强有些不明白, 火雷为什么会对自己说这些东西, 就算他说的事都是事实, 他也不用故意在自己面前说吧。 难道, 是为了八戒讨好自己, 可是看火雷坦然的眼神, 显然不是。 单纯为了聊天解闷, 打发时间, 等待长马干进来, 赵长强只能这样认为了。 长马赶来得并不慢, 时间不大, 变过来了。 虽然之前长马赶还曾经将枪口指着赵长强的脑袋, 但是现在他见到赵长强, 神态却非常的自然, 都是为了工作。 他知道, 赵长强绝对不会将这种事情放在心上, 长马赶比较详细地, 将家和事最近冒出来的独龙, 会像赵长强说了一遍。 最近出现在家和事的这个独龙会, 成员年龄都非常小, 平均年龄也就十六七岁左右, 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岁, 都是家和事各个中学的问题学生。 这帮家伙上学不中用, 整天学着影视剧中的黑, 帮大哥吃喝玩乐, 打游戏, 但是他们想完全没钱, 于是便开始胡作非为了。 这帮混蛋最后竟然想出个歪点子, 举起了独龙会的大旗, 号称赵长强是他们的老大, 然后到处七行罢市, 抢逼家和事的个体商户按月缴纳保护费, 甚至有时会入室盗窃。 不过这帮熊孩子好像也知道事情弄大了, 他们承担不了责任, 所以每次作案的涉案金额都不多, 也就万八千的够他们吃喝打游戏的。 并且, 他们会不停地换人做事, 这样不但会让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案底, 显得公平, 而且被警察抓住后, 也不会因为累积犯罪而被重判。 警局接到群众的报案后, 刚开始的时候, 以为只是一帮熊孩子胡闹, 于是长马杆带人蹲点设服, 抓了他们的几个成员, 拘留了几天, 并且让他们依法缴纳了罚款后才放人。 经过那件事以后, 长马杆以为这些熊孩子会收敛一些的, 没想到这些熊孩子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作案更勤了, 而且, 作案的手法也更灵活隐蔽了, 甚至会在作案的时候使用一些反侦查手段。 最让事局警察头疼的是, 这帮孩子不犯大法, 犯的事情够不着坐牢, 顶多治安居留。 警察如果管吧, 能烦死人。 不管吧, 那些被他们欺负的商户又受不了。 这段时间, 市局的警察被这帮孩子折腾得焦头烂额, 疲惫不堪, 牵扯了大量的警力。 火局的意思是想让我出面管管这些能孩子。 长马杆说完后, 赵长枪便开口问道。 火雷点点头说道, 枪哥, 我正有此意。 就是不知道, 枪哥有没有时间。 这些孩子正处在叛逆期, 所以他们根本不听家长和警察的话, 甚至将警察当成了他们的对手和敌人。 不过他们也正处在崇拜英雄的年纪, 他们既然打出了独龙会的旗号, 想必应该将你当成了偶像。 你的话, 他们一定会听。 赵长枪皱了皱眉说道, 可是我就算想帮忙, 也得找得到他们啊, 而且只是找到一个两个也不管用啊。 这最好是将他们全都集中起来才好。 赵长枪并不反对替这些孩子的家长教育教育这些孩子。 他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 也有过和这些孩子差不多的经历, 所以他知道怎样说服这些孩子改邪归正。 但是他首先得把这些能孩子集中起来才行啊。 火雷苦笑一下说道, 呵呵, 赵县长, 这也得麻烦你了, 虽然独龙会早已经解散了, 但是我想将这些孩子都挖出来, 对你来说还不算是难事吧。 赵长枪一阵无语, 他很怀疑火雷是不是自从看到自己的第一眼起, 就已经在打自己的主意了。 好吧, 我试试看吧。 不过能不能行, 我可不敢给你打宝票。 赵长枪也苦笑着说道, 谢谢赵县长, 只要赵县长有这份心就好。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需要赵县长帮忙, 火雷又说道, 还, 还有一件事, 我晕, 火局, 我怎么感到我不是平川县长, 而是你的副局长呢? 赵长枪吃惊的瞪大眼睛, 看着火雷说道, 本来他是被当作犯罪嫌疑人带到警局的, 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这种样子。 这让赵长枪有些研究不透火雷了。 嘿嘿, 赵县长开玩笑了, 我不是将你当成我的副局长, 我是将你当成贾和市市长了。 谁让你是贾和市人呢? 你也希望贾和市的各项成绩都走在全省的前列吧。 火雷善善地挠挠后脑勺说道, 好吧, 你说吧, 能帮忙的我尽量帮。 赵长枪只好无奈地说道, 赵县长, 为了降低加和市的犯罪率, 更好地维护加和市的治安, 我在加和市各个街道办、办事处, 成立了治安联防小队。 但是, 你也知道, 这种治安联防队对犯罪分子的震慑里微乎其微, 所以他们成立之后, 取刀的作用也不大, 甚至连那些熊孩子都不怕他们。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我想请几个真正的原独龙会成员, 分别到这些联防小队中去坐镇。 火雷说道, 赵长枪忽然明白, 火雷之前, 为什么在自己面前, 如此拔高独龙会了。 他这是, 想借独龙会来震慑那些谢小之辈啊。 不得不说, 火雷的主意是个好主意。 凭借独龙会的名声, 绝对可以震慑许多小贼。 要知道, 他要求加入治安联防小队的这些人, 可是真正的昔日独龙会成员, 可不是那些打着独龙会旗号, 胡作非为的熊孩子。 这样一来, 嘉禾市局不但能够解放出来大批的警力, 而且还能更好地维持嘉禾市的治安状况。 火雷的主意虽然打得不错, 但是如此一来, 这两年已经淡出人们视线的独龙会, 肯定会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可是赵长强, 绝对不愿看到的。 想当初独龙会的兄弟, 为了彻底地洗白, 可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嘉禾九龙之一的工人, 甚至死在了皮克王国的纳兰岛上。 虽然按照火雷的意思, 并不是让独龙会的兄弟出来做坏事, 只是让他们帮助联防队维持治安, 也算协助警察做事。 但是独龙会的兄弟, 接受这个工作后, 很可能会得罪人, 甚至会和某些人结仇, 到时候如果有人拿他们的身份说是, 再把以前独龙会的事牵扯出来, 可就大事不妙了。 因此,赵长强想了一下说道, 火菊,这件事, 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独龙会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于这个世上, 当日的兄弟更是个奔东西, 所以这件事就算我想帮忙, 也确实无能为力。 火雷听到赵长强拒绝了自己, 心中便有些沮丧。 他刚想再劝说一下赵长强, 桌上的电话忽然叮铃铃地响了起来。 火雷并没有避讳赵长强, 而是马上接通了电话。 他刚刚拿起电话, 话筒中便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 火菊,不好了, 大事不妙了。 老王,怎么了? 天塌了,还是地线了? 火雷不满地对着话筒说道。 火雷心中有些纳闷, 给他打电话的是嘉禾市巡特警训练中心的主任老王。 老王也是个老警察了, 和自己的私人关系一向也不错, 平常说话都很随便。 玉士一向沉得住气, 这次是怎么了? 什么事情让他如此惊慌失措, 六神无主? 火菊,赵长强的牛,牛疯了,跑了, 老王有些气喘地说道, 大概刚才抓牛类的。 什么乱七八糟, 一头牛也来向我汇报, 一枪撂倒不就完事了? 难道你们手中的枪都是吃素的, 是摆着好看的, 还是吓唬人的? 火雷心中不满地想道。 然而, 他刚想嘲笑老王几句, 却忽然睁大了眼睛, 急促地对着话筒说道, 老王, 你说什么? 那是谁的牛? 赵长强赵县长的, 他的牛怎么跑你那里去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对啊, 正是赵长强的牛, 哎呀, 这是来不及向你细说了。 我还是赶紧去抓牛吧, 牛已经跑没影了。 你快点给。 我再派几个人来, 就我这边的人手根本不够,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这头牛,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老王说完, 急促地挂断了电话。 火雷看着传出滴滴盲音的电话, 有些发症, 他还没有完全消化老王刚才带给他的消息。 他实在难以理解, 一头牛能让老王这个老警察如此恐慌, 还说什么后果不堪设想, 太夸张了吧, 有那么严重吗? 就算那头牛是赵长强的, 也不用如此紧张吧。 慢慢找不就是了, 何况赵长强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吗? 火雷刚想问问赵长强是不是有头牛被弄到寻特警训练中心了, 却惊讶地看到赵长强已经疼得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 急促地说道, 火菊, 是不是我的牛从你们警察手中跑了? 嗯, 赵县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火雷放下电话问道, 啥也别说了, 快走, 赶快全程戒备搜捕大黑牛, 但是最好不要伤到他。 当然如果他已经威胁到别人的人身安全, 那就, 击毙他吧, 赵长强一边说, 一边朝局长办公室外面走去。 他和廖大本的事情早已经完事了, 随时可以离开。 别人不知道大黑牛的厉害, 赵长强可是知道得很清楚。 这里可不是农村, 天地广阔。 大黑牛发了疯, 一般都会往广阔的田野里跑, 跑来跑去, 发完了疯, 也就没事了, 最不计, 至少还有个赵二愣子。 他虽然不能让大黑牛服服贴贴听他的话, 但是他却能一招致敌。 赵长强现在最害怕的是, 那些警察已经将大黑牛彻底激怒。 那个夯祸如果真的发了疯, 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个恐怖分子。 想想昨天下午, 大黑牛疯狂撞击自己的大汉马, 和今天早上将谢力强兄妹两人 耍得差点吐血的样子, 赵长强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 今天早上, 谢力强兄妹侥幸没有受伤, 完全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彻底惹怒大黑牛, 大黑牛也没打算和他们一般见识, 不然他们就是有九条命, 也要完蛋了。 火雷看到赵长强如此表现, 知道事情不同寻常了, 一边跟在赵长强后面, 快速地向外走, 一边拨打了几个电话, 让手下的警察全程不空, 搜寻大黑牛。 一时间, 整个家和市的警察全都绷紧了神经, 忙碌起来, 好像闯入家和市的不是一头牛, 而是一头凶猛的野生大老虎。 市局的警察紧急行动, 因为事关重大, 并且牵扯到赵长强, 所以火雷亲自带队。 十分钟后, 十几辆警车拉响着警笛, 浩浩荡荡地冲出了警局, 驶上了公路。 火雷并没有坐进警车, 而是进了赵长强的超级汉马。 赵长强简单地将自己在来 家和市的路上遇见寻特警向辉, 然后在向辉的要求下, 将大黑牛交给向辉托管的事情, 和火雷说了一遍。 火雷听得直砸嘴, 心说, 赵长强, 我的大大啊, 你能不能消停一点啊? 人家都说, 有什么样的老大, 就有什么样的小弟? 在你这里不但如此, 还得再加上一条, 有什么样的主人, 就有什么样的牛啊? 你说你闲得蛋疼, 带着这么个危险动物进城干什么? 这话也就他自己想想, 却没有说出来, 说了也晚了。 他相信赵长强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子, 再说了, 这事的责任主要还是在警察。 火雷心中在抱怨赵长强, 赵长强此刻也是一肚子火气呢, 只听他恨恨地说道, 你们那个叫向辉的伙计, 真是操蛋, 他可是曾经向我拍着胸脯, 保证不会出事的, 结果现在却让大黑牛跑了, 他是干什么吃的? 出了问题, 他要负责任呢? 这家伙县长当惯了, 遇到问题, 开始首先想到该谁负责任了。 赵长强却不知道, 此时的向辉正骑着摩托车满城地寻找大黑牛。 这家伙都快急哭了, 心中不断地祈祷大黑牛快点出现在他面前。 向辉原来是一名退伍兵, 退伍后, 一直在家待业。 今年冬天, 嘉禾市局要招收一批合同志寻特警。 向辉便报名参加, 并且被顺利录取了。 向辉被录取后, 便一直在寻特警训练中心, 接受训练, 直到十几天前才开始上路执勤。 今天早上, 这家伙让人将赵长强的大黑牛拖走后, 想想这么个大家伙又是拉又是尿的, 还一个劲的摸摸直叫, 这要是弄到警局, 警局的同事也没办法正常办公了再说, 警局也没地方放下这么个大家伙。 于是这家伙灵机一动, 便将大黑牛直接拖到了寻特警训练中心。 虽然他已经正式参加工作, 但是没事的时候, 他还是经常去那里训练的。 训练中心那些正在训练的小伙子们, 看到向辉弄回来这么一个大家伙, 全都好奇地围了过来, 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 这个说, 我靠,向辉, 你发财了, 从哪里弄来这么个大家伙, 打算今天中午请我们吃全牛? 那个说, 这么大的牛, 我们得吃好几顿啊, 我们也没地方煮啊, 向辉, 你太浪费了, 哎, 还有人兴奋地说, 要我说, 我们直接将这货送涂寄牛肉馆, 让他们给我们加工。 涂寄牛肉馆, 我上次去过, 那味道老纯正了。 向辉虽然知道, 大家是在和他开玩笑, 但还是听得一脑袋黑线, 他一边将牛缰绳, 拴在一根他们平时用来训练爬干用的钢管上, 一边说道, 我说哥几个, 你们少臭美吧, 这是我替别人带为管理的, 你们千万不要胡来啊。 这牛的主人可说了, 这夯货性子裂着呢, 如果你们把他惹恼了, 后果不堪设想。 开什么玩笑, 向辉, 你逗我玩呢, 不就一头牛吗, 你还把他当成大老虎了? 别看这夯货长得挺威风, 信不信我一拳就能将他打倒。 向辉的话刚说完, 一个家伙便一边说话, 一边抬手朝牛屁股拍去。 这家伙本来也没想挑衅大黑牛, 只不过是看到大黑牛飙肥毛量, 有些喜欢, 才拍了大黑牛一下。 但是他这一下子, 却惹恼了大黑牛。 大黑牛心情正不爽呢, 这夯货刚开始被吊车吊起来的时候, 心中还挺美, 以为自己长本事了, 学会腾晕驾悟了, 没想到, 当他被放到车上, 车子启动后, 这货不爽了。 大黑牛晕车。 汽车一开, 大黑牛就感到天也悬地也转, 一会儿东倒一会儿西歪, 站都站不住。 大黑牛紧张地, 嬷嬷直叫, 他想跳下车跑路, 但是看看飞速向后倒退, 好像黑色的洪流一样的柏油马路, 这货最终还是没敢跳。 大黑牛好不容易, 才熬到车子到达目的地, 刚想好好休息一下, 结果上来一帮人, 竟然说要将他送到牛肉馆, 这货当时就想一脑袋送眼前这帮家伙上西天? 牛是能听得懂人类语言的, 不信春天农耕的时候, 你去田间地头看看, 耕地的老农在后面扶着铁梨, 让前面的牛走, 牛就走, 让前面的牛停, 他就停。 让他拐弯, 他就拐弯, 听话得很。 可惜的是, 现在农民耕地都用联合播种机了, 连耕带众一扫过, 就连那些分散地块, 不能使用大型机械的, 现在都用手扶拖拉机了, 不用牛耕地了, 牛车也没了, 牛这种伴随华国农民, 走过几千年的动物, 好像就要变得像猪一样了。 自从生下来, 就是为了吃饭等死, 最后变成餐桌上的一盘菜。 不知道这算牛的悲哀, 还是牛的幸福? 扯远了, 再说大黑牛, 连普通牛都能听懂人言, 别说猛牛中的战斗牛, 大黑牛了。 不过这夯货虽然很气愤, 眼前这帮家伙的话, 恨不能马上将他们撞个半死, 但是他还最终还是没有采取行动。 不是这夯货, 菩萨心肠发作, 而是这夯货, 还没有从晕车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 实在有些不愿动弹, 想好好休息一下。 但是大黑牛没想到的是, 他想放过眼前这帮人类, 但是人类却没想放过他。 竟然有人敢拍他的屁股? 他奶奶的牛蛋的, 你们这帮混蛋只知道老虎屁股摸不得, 却以为老牛我的屁股是好摸的。 不给你们点历还尝尝, 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 再让你们嚣张下去, 你们就得骑在老子身上拉屎啊, 踹你压的。 大黑牛心中不愤, 猛然抬起后腿, 脑袋都不回地, 就朝刚才拍他屁股的家伙胸膛踹了过去。 刚才拍了大黑牛的家伙, 名叫孟子, 人送外号猛子。 因为当地人质子, 发音差不多, 所以他还有个外号叫孟子, 也叫孟老夫子。 别看大黑牛这一下子, 看似平淡无奇, 却是于平淡中间力量。 如果是平常人挨上这一下子, 身子准得倒飞而出, 胸膛也得骨断筋舌, 死不了, 也只剩半条命。 好在孟老夫子不是普通人, 而是整天受训的寻特警, 无论是反应速度, 还是抗击打能力, 都不是普通人所能比拟的。 他看似不好, 猛然一侧身子, 试图躲开大黑牛这一蹄子。 但最终还是没躲利索, 胸膛被碗口大的牛蹄子扫了衣。 下! 孟老夫子顿时赤居了一下, 一屁股坐在地上, 胸口也火辣辣地疼。 好在没有受重伤。 看着咧着大嘴, 好像一个娘们一样, 坐在地上的孟子, 众人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全都哈哈大笑。 一帮人都是吃钢脚铁的硬汉, 谁也没把这当个事。 所以, 不但没有人过去, 将孟老夫子扶起来, 反而全都和他开玩笑。 我说孟老夫子, 你是不是真的老了? 就这一下子, 就让你狼狈成这样? 你这些日子, 都训练到狗身上去了? 他不是练到狗身上了, 他是练到这头大黑牛身上了。 你还想吃他的肉, 我看他吃你的肉还差不多。 堂堂一名七尺特警, 被一头牛踹倒在地, 孟子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老脸一红, 一边从地上爬起来, 不断地用手拍打着屁股上的灰尘, 一边善善地说道, 你们笑个蛋啊, 这牛有点邪门, 力量大, 动作快, 让人防不胜防。 切, 你就给自己吹吧, 他再厉害还不是一头牛, 难不成还是牛魔王转世不成。 孟子心中有些不爽了, 这家伙到现在胸膛还火辣辣地疼呢, 这帮混蛋竟然还闹个没完了, 于是翻翻白眼说道不信你, 也派他一下子试试啊。 试试就试试, 有什么了不起? 和孟子打嘴仗的家伙说着话, 竟然真的就要去挑衅大黑牛。 然而就在此时, 他们的教官却从不远处的办公室中走出来, 冲他们吼道, 都干什么呢, 不想训练了, 我告诉你们, 训练成绩不达标, 谁也别想上岗。 一帮人咧咧嘴, 谁也不敢在这里白话了, 赶紧跑到一边训练去了。 向辉将牛拴好, 也开着车子离开了, 他还要去执勤呢。 这事如果就这样过去了, 倒也相安无事。 好死不死, 当临近中午, 大家训练结束, 准备冲洗一下去吃饭的时候, 却有人又提起了孟老夫子被大黑牛踹倒之事, 不断拿着事和孟老夫子开玩笑。 孟老夫子被大家说的面子上挂不住, 有些啄脑, 于是便说道, 我早说过, 有本事你们自己过去戳戳那个愣牛试试, 只是在这里说我, 算个屁的本事。 孟老夫子心中不爽, 说话便有些冲, 其他几个家伙, 一看孟老夫子竟然硬起来了, 他们也来脾气了, 说道, 孟老夫子, 你还别不服气, 走, 我现在就过去撂倒这个大笨牛。 都是日死牛的小伙子, 如果会派了一头牛, 岂不成了笑话? 于是, 一帮人呼呼啦啦又围在了大黑牛旁边。 大黑牛趴在地上眯缝着眼睛晒太阳, 不时用牛尾巴在身上拍打几下。 这夯祸严重怀疑, 今天早上和他打野战的那个小母牛身上是不是有牛尸, 把自己给传染了? 不然这大冷天, 没有苍蝇没有蚊子的, 身上怎么老是痒痒? 奶奶的, 以后遇到这种事, 一定得拉着母牛到兽医站做体检, 绝不能乱来。 大黑牛正眯缝着眼睛歪歪, 忽然感到眼前一按。 猛然睁开牛眼一看。 我靠, 那帮傻不拉几的人类竟然又到了自己的面前。 不过大黑牛并没有将这些人放在心上, 只是睁开牛眼看了看眼前这帮家伙, 便又重新闭上了眼睛。 继续回味今天早上和小母牛打野战时的快感, 如果不是小母牛身上有牛尸, 简直堪称完美。 几名寻特警看到大黑牛对他们爱答不理的样子, 心中不禁好笑, 一个家伙更是抬脚便朝大黑牛的肋骨踢去, 嘴里还喝道。 蠢货, 给我起来。 大黑牛肋骨吃痛, 呼的一下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一双大牛眼也重新睁开了, 恶狠狠地看着刚才踢了他一脚的家伙。 呦呵, 大笨牛, 你是不是不服气啊? 有人不是说你挺有本事吗? 有本事, 你来踢我呀。 这个家伙一边说话, 竟然一边又一拳朝牛背砸去, 他也是不愤刚才孟老夫子的话, 不然也不会冲动到和一头牛置气。 刚才他踢了大黑牛一脚, 大黑牛没有反击, 他以为这一下子, 大黑牛也不会反击的, 没想到他的拳头刚刚砸在大黑牛的牛背上, 还不等收回来, 大牛便突然一个转身, 然后一头便朝这家伙的胸膛撞了过去。 弯刀斑的一对牛脚瞬间就要刺入他的胸膛。 大黑牛这一招又快有狠, 并且完全出乎这家伙的预料。 所以, 面对直冲他胸口而来的两只牛脚, 他竟然傻呆呆地不知道躲闪了。 就在这危急时刻, 这家伙的耳边忽然传来一声爆喝。 闪开! 接着他便感到一只大手猛然将他向旁边一推。 这家伙顿时赤鞠了一下, 躲开了大黑牛的攻击正面。 饶是如此, 一只牛脚还是刺穿了他做训服的前胸, 冰凉的牛脚就擦着他的胸膛肌肉一扫而过, 然后从做训服的另一侧冒出来。 当牛脚从他的做训服中拔出来的时候, 这家伙只感到胸前凉嗖嗖的, 从皮肤一直冷到心里。 他看清楚了, 危急时刻将他推开的, 正是孟老夫子, 如果不是孟老夫子, 他这条小命就得交代了。 因为挑衅一头牛, 结果被牛一头撞死了, 你说这是说出去得多冤啊, 恐怕到了阎王殿上, 阎王爷听了自己的死音都得笑死过去。 孟智, 谢谢你, 过了足有一分钟, 这家伙才惊魂未定地, 对孟老夫子说道, 这回谁也不敢嘲笑孟老夫子了。 他们算看出来了, 眼前这个大黑牛就是天生的怪胎, 不能以常理考虑。 孟智随便地摆摆手, 说道, 算了, 算了, 我早说过这头牛不一般, 有些邪门, 我看我们还是赶紧离开他吧。 他好像要发狂。 原来孟智虽然心中有些恼怒, 但是他毕竟刚才吃了大黑牛的一次亏, 知道大黑牛的厉害。 他生怕自己的同伴会因为轻敌, 而中了大黑牛的招, 所以便一直站在了能伸手就够得着同伴的地方, 如果万一出现意外, 他也能迅速出手相救。 没想到他这个举动, 竟然真的救了自己的同伴一命。 众人听了孟智的话, 这才将目光从自己同伴的身上, 转移到了大黑牛身上。 当他们看到大黑牛此时的样子后, 不禁都一阵阵胆战心惊。 大黑牛哪里还有之前懒散悠闲的样子, 只见他狂躁地在地上不断地转来转去, 一双牛眼也瞪得更大了, 并且开始逐渐冲血, 凶狠的目光不断地在众人身上扫来扫去, 好像恨不能将眼前一帮人全都刺个透心凉, 两个牛鼻子不断耸动着, 呼呼直喘气。 虽然时间已近中午, 天气的温度已经上升, 但是随着这夯祸粗重的呼吸, 他的鼻孔里还是不断地喷出一团团的白雾。 把这货拉到西游剧组, 让他扮演恢复原型的牛魔王, 绝对胜任。 我日啊像灰那个混蛋,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弄回来这么一头怪物? 这哪里是一头牛? 这比老虎还吓人啊! 小李, 你还打算吃他布, 还打算将他送到图记牛肉馆布? 曹, 赶紧滚你蛋吧, 有多远滚多远。 快走, 快走, 别说了, 这货要疯。 众人看得胆战心惊, 再也不敢挑衅大黑牛了, 纷纷议论着离开。 然而, 这帮家伙想不到的是, 大黑牛的脾气已经被他们引爆了, 要想再让他静下来,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孟老夫子一帮警察是想离开了, 但是大黑牛却不干了。 这家伙本来还觉得这地方挺不错, 晒晒太阳, 想想美事, 睁开眼的时候, 还能看到一帮叫做人类的家伙上墙爬屋, 跳来跳去, 给自己免费表演各种惊险节目。 但是现在, 大黑牛不这样认为了, 这帮人太可恶, 竟然敢经常来招惹他, 他很生气, 不想在这里待了。 大黑牛先是将身子靠近钢管, 让拴在他脖子和钢管之间的绳子, 尽量松弛下来, 然后四提蹬地, 猛然向外窜了出去。 在大黑牛的暴力拉扯下, 牛江绳被瞬间绷直,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这是大黑牛经过无数次失败后, 总结出来的经验, 一般的牛江绳就这一下子, 大黑牛就能将其正断, 就算在厉害, 在结实的牛江绳, 来上这么三五下, 也能弄断。 所以, 这回当大黑牛第一次没有弄断牛江绳后, 一点都没气馁, 马上便返回到了钢管边上, 开始积蓄力量。 大约一分钟后, 大黑牛再次窜了出去, 砰, 粗壮的牛江绳被再次绷直, 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断, 不但绳子没断, 大黑牛反而差点被绳子勒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不是钢管的下面被深深地埋到了地下, 而顶端又被焊接到了一根横梁上, 估计这一下子, 就算绳子不断, 钢管也要倒了。 大黑牛仍然不死心, 这夯货虽然不懂什么叫做坚持就是胜利, 但是他的经验告诉他, 就这样搞下去, 绳子肯定早晚得断。 于是这行货。 再来一次, 结果和第一次第二次一样, 绳子还是没断, 大黑牛心火更胜了, 卯足了力气, 又来了第四下。 原本坚韧无比的牛江绳终于扛不住了, 啪的一声从中间断为两截。 巨大的惯性让大黑牛在地上晾翘了三四步, 才稳住了身形奶奶的, 终于重获自由了, 大黑牛仍天发出一声长啸, 然后四提翻飞, 便跑向了训练中心的大门。 当大黑牛第一次试图正断牛江绳时, 便被孟老夫子等人发现了, 他们全都瞪大眼睛, 看着发了狂的大黑牛, 他们看到拴牛的绳子又粗又壮, 以为大黑牛肯定不能将其正断的, 没想到大黑牛只用四下就把绳子给正断了, 并且直奔。 大门的方向而来, 就在大黑牛成功将绳子正断, 仰天长啸的那一刻, 所有人心中都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 他们感到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虚幻的童话世界, 而此时就在他们身边的大黑牛, 则是这个童话里的唯一主角。 不过这帮家伙, 瞬间就从恍惚的状态中醒悟了过来, 因为他们惊恐地看到, 大黑牛竟然玩命地朝他们的方向冲了过来, 好像要把他们一个个踩在脚下一样。 其实他们还真误会了, 大黑牛还真没稀罕搭理他们, 他只不过想离开这里而已。 凑巧孟老夫子等人也恰好朝大门的方向走去, 想着离开, 所以看上去, 大黑牛就像冲向他们一样。 快闪开, 这货疯了。 快跑, 躲开。 枪, 枪, 谁又枪? 一帮人一边狂呼乱喊着, 一边向旁边扑了过去, 一些人一边闪, 还一边眼神似扫, 打算找点趁手的家伙。 好在这帮家伙整天训练, 腿脚还算利落, 并且大黑牛开始冲起来的时候, 又离他们还比较远, 所以他们全都躲开了大黑牛的冲击正面。 大黑牛从他们身边一冲而过, 然后哐当一下子就撞在了封闭的铁皮大门上。 这帮人训练的时候, 训练中心的大门都是锁着的, 不过在大黑牛的强力撞击下, 大门上的老三环大铁索喀巴一声就被崩飞了出去, 不见踪影, 两扇大铁门轰然洞开, 大黑牛搜的一下便窜了出去。 看着消失在眼前的大黑牛, 众人先是一阵面面相去, 然后一口同声地大喝道。 追, 他们必须将大黑牛追回来, 发了狂的大黑牛窜到家和市的大街上, 还不知道会弄出什么乱子。 一帮人呼啦啦追出了大门。 大门外是一条水泥路, 水泥路的一边训练中心的围墙, 另一边则是一片柳树林。 此时的大黑牛正沿着笔直的水泥路, 好像一道黑色的闪电一样, 一路狂奔。 这帮家伙忽然意识到, 他们如果想徒步追上大黑牛,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何况, 如果他们手中没有家伙, 他们就算能追上大黑牛又如何? 他们根本不能将大黑牛制服啊。 警察毕竟是警察, 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非常强, 他们的队长马上站了出来, 给大家分派任务, 取家伙的取家伙, 开车的开车, 汇报的汇报, 不到十分钟, 十几个人分别上了两辆伊维科防暴警车, 然后呼啸着冲出了训练中心的大门。 同时, 得到消息的训练中心主任老王 也在第一时间将事情报告给了局长火雷。 夹河市寻特警训练中心外面的大路上 出现了千古难逢的一幕。 一头大黑牛在前面没命地跑, 四个碗口大的牛体子轮番敲打在地面上, 发出砰砰砰的声音, 仿佛整个地面都在颤动。 大黑牛的后面是两辆风驰电车的伊维科警车, 呼啸着追向前面的大黑牛。 大黑牛虽然跑得够快, 但是, 它毕竟也是血肉之躯, 四条腿终究跑不过四个机器轮子, 和警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伊维科警车上, 孟老夫子瞪大着眼睛, 看着离它们越来越近的大黑牛, 迟疑着说道, 你们说大黑牛会不会跑到旁边的树林里? 闭上你的乌鸦嘴, 你再说我踹死你。 孟老夫子的话刚说完, 旁边一个警察马上瞪着眼睛, 冲他说道。 然而他们两个人的话刚说完, 就见正在前面飞跑的大黑牛, 好像听到了他们的话一样, 竟然陡然掉头, 搜得一下就跳进了旁边的树林, 然后在树林里飞跑起来。 我靠, 孟老夫子, 你不应该当警察, 你应该去当预言师, 正在开车的司机一边说话, 一边猛然将刹车跺了下去, 车子嘎吱一声停在路上。 接着车上的警察全都跑了下来, 然后没命地窜进了树林, 朝大黑牛的背影追去。 公路和树林之间隔着, 米多宽, 两米多深的水渠, 大黑牛能轻松跳过去, 但是他们的伊维科警车 却根本开不过去, 其实, 就算能开过去也无用。 现在是冬天, 柳树上的叶子早已经落光, 虽然视线还算可以, 但是这些柳树栽种得非常稠密不说, 还杂乱无章, 汽车根本无法在树林里通行。 所以, 一帮警察只能下车徒步追击大黑牛。 之前是大黑牛的四条腿, 跑不过汽车的四个轮子, 现在却成了大家的两条腿, 跑不过大黑牛的四条腿了。 别看大黑牛身材壮硕, 体型庞大, 但是却非常灵活, 在丑密的树林中急跑, 竟然比这些特警战士还轻松, 急停, 转向, 骤起, 折返, 玩得那叫一个溜。 看得一帮警察两眼发晕。 双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眼看大黑牛的身影, 就要被乱七八糟的柳树遮挡住。 朋友人果断地开枪了, 大黑牛实在太危险, 就算将它当场击毙, 也不能让它跑到街上害人。 其他人也子弹上膛, 不断地朝大黑牛射击, 然而, 树林中的柳树, 严重阻挡了他们的射击。 一轮枪击过后, 肆虐的子弹, 除了将树林中的柳树, 打得一片狼藉, 连大黑牛的屁股毛都没有戳到。 更糟糕的是, 子弹不但没有打中大黑牛, 砰砰砰的枪声, 和不断喷射的枪口咽, 反而将大黑牛彻底下惊了。 摸, 大黑牛怪叫一声, 跑得更快了, 很快一帮警察连大黑牛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只能好像无头的苍蝇一样, 在树林中到处乱找。 一边找, 一边心中期待, 大黑牛不要走出这个树林, 或者即便出了树林, 也不要到处发疯。 火雷直接将赵长枪的超级汉马当成了指挥车, 而赵长枪则驾驶着车子过大街, 穿小巷好像水中灵活的鱼儿一样, 在公路上不断游走。 还没有大黑牛的消息, 赵长枪一边开车, 一边问坐在后面的火雷, 眼神还透过风挡, 四处扫视着。 期望大黑牛快点出现在他面前。 火雷刚刚接完一个电话。 由于事发仓促, 出动的各警种并没有携带统一的无线通讯系统, 所以他只能用手机和属下联系。 还没有。 真不知道那个祸害跑到哪里去了。 火雷有些着急地说道, 火菊, 你也不用太着急, 现在没有大黑牛的消息, 对我们来说倒是最大的好消息。 赵长枪说道, 嗯, 为什么? 火雷奇怪地问道,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大黑牛的消息, 说明大黑牛还没有制造什么恶性事件。 大黑牛只有在性情暴躁的时候, 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 正常状态下, 如果没人惹他, 他是不会去主动攻击别人的。 之前, 寻特警训练中心的那帮家伙惹怒了大黑牛, 所以他非常危险。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果大黑牛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他就没有危险性了。 我们就可以从容地寻找他了。 赵长枪淡淡地说道, 他现在已经不像刚开始时那样着急了。 赵长枪说的倒是很有道理, 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 大黑牛离开训练中心后, 情绪虽然是曾经稳定下来过, 但是却很快又被另一个人给彻底激怒了。 不过这一回, 愤怒的大黑牛在惹下大祸的同时, 还不大不小立了个功。 大黑牛四提生风, 在柳树林里七拐八绕, 很快便把后面的追兵甩脱了。 这夯货看到后面那些杂杂呼呼的追兵都没了踪影, 那种砰砰砰的巨大响声也听不见了, 这才放慢了脚步。 大黑牛虽然把追兵甩脱了, 但是他自己也迷路了。 不过这夯货也不着急, 迷路就迷路呗, 反正本老牛四海为家, 走到哪里都是天当被子地当床, 抓个母牛是老婆, 无所谓。 他也不管什么方向不方向的, 牛头朝哪就向哪走呗。 大黑牛今天早晨没明天, 就先和小母牛打了一场野战, 然后又追着谢力强兄妹俩耍了半天, 最后被赵长枪拴在车上拖着跑, 差点累成狗, 刚才更是凶险, 先是被汽车追, 然后又被人追, 要命的是, 这些人还砰砰砰地放枪, 把大黑牛也着实吓得不轻, 原本一枪的怒火也逐渐地消磨干净了这货, 一边溜溜达达地朝前走, 一边不断吃着落在地上满地的柳树叶。 虽然味道不怎么样, 但好歹也能填饱肚子。 零。 这片柳树林虽然看上去很大, 但不过是个人造树林, 大黑牛溜溜达达一路向前, 就走出了柳树林, 来到一条小河边。 从早上到现在, 大黑牛滴水未尽, 也着实渴了。 此时, 看到前方有条小河, 便欢快地跑了过去, 打算痛饮一番。 由于天冷, 河面已经结冰。 但是这难不住大黑牛, 只见他扬起大蹄子, 啪啪啪几下子, 垫在薄冰上, 砸出了一个大洞。 零。 然而, 当大黑牛的脑袋, 靠近砸出的洞口后, 只是用鼻子在水面上闻了闻, 便失望地离开了。 小河里的水腥臭难闻, 冰面下面还流淌着白花花的泡沫子,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连靠近小河边的一型柳树都冰样样的, 好像就要死去一样。 大黑牛有些怀念小青河了, 那里的水清澈透明, 自己啥时候渴了, 一溜小袍赶到小青河旁, 趴下就喝, 那个水那个甜啊, 一边喝着干裂的小青河水, 一边看着小青河沿岸的村子吹烟鸟鸟, 那是多么的惬意啊。 大黑牛却不知道, 他眼前这条河的上游, 正是小青河, 不过到了这里以后, 原本清澈的水质, 却被嘉河市那些大大小小的饭店, 以及化工厂给污染了。 想起小青河, 大黑牛越发感到渴得厉害, 他直接踩着冰面过了小河, 然后上了对面的一条马路, 沿着马路胡乱地走着。 训练中心本来在嘉河市的郊区, 但是大黑牛逃跑的时候, 却是向着嘉河市的方向跑的。 所以, 大黑牛现在溜溜。 达达竟然就到了嘉河市里, 最后来到一个开放式的广场上。 广场非常的大, 虽然现在是冬天, 但是由于临近春节, 许多起事业单位都已经放假, 而今天的天气又非常好, 所以, 广场上的人很多。 广场一角的草皮上, 还有两头骆驼, 三匹马, 供游客玩耍拍照。 大黑牛虽然长得飙肥体壮, 但是, 毕竟不是稀有动物, 所以它的出现, 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 广场的保安倒是看见了, 不过他们以为这头大黑牛, 和那些骆驼, 马, 扮演的是一个角色, 所以也没往心里去。 更没有过来搭理大黑牛。 0。 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女孩, 发现了大黑牛, 他兴奋指着大黑牛, 大声对不远处的一个女人喊道。 妈妈, 妈妈, 快看, 大象, 这里有个大象。 大黑牛脑袋左右摇摆了一下, 发现自己的身边没有其他动物, 眼神中不禁充满了疑惑, 大概这夯祸心中正负菲呢。 我乐个乖乖, 小家伙, 你看牛哥我哪里长得像大象, 我是牛好不好? 哎, 现在这孩子也真是的, 还不如我们牛独子的见识多。 离小孩十几米的地方, 一个妇女正坐在一块小石块上玩手机, 听到小女孩的喊声, 抬头看看大黑牛, 然后冲小女孩说道, 这孩子, 这是牛, 不是大象, 我给你买的看图十字上, 不是有大象的图片吗? 怎么还分不清牛和大象, 不要靠近它, 过来, 到妈妈这边来。 危险。 女人虽然说着, 让小女过来, 但是身子连动一下都没有, 不等话说完, 眼睛便重新盯在了手机屏幕上, 好像手机屏幕上有什么宝贝一样。 小女孩根本没有听妈妈的话, 回到妈妈身边, 而是一边瞬息着手指, 一边忽闪着眼睛, 看着不远处的大黑牛。 这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 在动物园里, 见过狮子老虎金钱豹等等比较珍惜的动物, 但是还真就从来没见过牛。 所以, 小女孩, 想过去近距离地接触一下大黑牛, 但是看看大黑牛威武高傲的样子, 小女孩又有些不敢。 就在这时候, 一个打扮得很朴实的妇女, 忽然走到小女孩的身边说道, 小姑娘, 你是不是想过去看看那只大牛? 小女孩看到眼前的女人她不认识, 便没有说话, 只是下意识地点了一下头。 走, 阿姨陪你过去看大牛。 女人一边说话, 一边拉着小女孩的手朝大黑牛走去。 小女孩本来就想过去看大黑牛, 所以根本没有反对, 跟着这名妇女便朝大黑牛走去。 来, 小姑娘, 阿姨抱抱, 不然这头大黑牛如果发起狂赖, 就会吓到小姑娘了。 妇女一边说话, 一边弯腰将小女孩抱了起来, 迈步朝大黑牛走去。 然而当妇女抱着小女孩经过路边的一辆黑色桑塔纳时, 桑塔纳的车门忽然打开了。 妇女瞬间伸手, 一把捂住了小女孩的嘴巴, 然后一嗨腰, 便钻进了桑塔纳, 然后快速而轻轻地将车门闭上了。 就在车门被关上的瞬间, 远处正坐在石头上看手机的年轻女人, 忽然好像心灵感应一样, 把脑袋从手机上抬起来, 眼神嘲笑女孩刚才站立的方向看去, 然而让她惊骇莫名的是, 她发现她的女儿瑞瑞已经不见了。 女人的眼神向四周扫视了一下, 发现没有女儿的身影后, 瞬间感到脑袋嗡的就是一下子。 她感到大事不好。 瑞瑞,瑞瑞, 你在哪里啊? 你快出来啊, 你不要吓妈妈好不好, 你在和妈妈捉迷藏是不是? 妈妈认输了, 你快点出来啊, 你再不出来, 妈妈要生气了。 瑞瑞, 你快出来啊! 喊到后来, 这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已经哽咽起来, 脸上也挂满了眼泪。 此时此刻, 她的心中充满了自责, 如果自己刚才不是为了看股市行情, 眼睛一直盯在手机屏幕上, 小瑞瑞怎么会不见了? 自己怎么这么糊涂啊? 家和事新闻里都演了, 现在家和事活跃着一股偷小孩的人贩子, 让大家带孩子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孩子远离自己, 不要让孩子单独和陌生人在一起, 不要让陌生人随便抱自己的孩子。 可是自己刚才竟然只顾得看手机, 却忘了照看孩子。 哎, 我这叫干得什么事啊? 这个年轻人的女人, 一边哭, 一边不断地问周围的人, 有没有见到她的女儿, 但是, 她就是没有到停在草坪边, 马路上的一大溜车子里面去看看, 不但如此, 她离那辆桑塔纳, 还越来越远了。 桑塔纳里面, 那个打扮朴实的女人, 一边使劲用手, 捂着小瑞瑞的嘴巴, 让她发不出半点声音, 一边瞪大着眼睛, 看着那个年轻的妈妈, 看到她离自己的车子越来越远, 心中这才松一口气, 说道, 嘿嘿, 又是一个傻逼, 几万块钱又到手了。 不是人家傻, 是老婆你太聪明, 要不是你想出这招, 抓住孩子先不走的方法, 如果我们再像以前一样, 抓到孩子就开始跑路, 恐怕我们早就被警察抓了。 坐在驾驶位上的一个男人, 嘿嘿笑着说道, 按照正常思维, 人贩子偷了孩子后, 肯定会在第一时间, 逃离案发现场。 但是这一对夫妻大道, 却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 反而更加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让他们一次次成功得手。 男人一边奉承自己的老婆, 一边从副驾驶座上, 取过一个大鞭织袋, 和一捆透明胶带, 扔到了老婆手上。 女人先接过胶带, 在小瑞瑞的嘴巴上, 狠狠地缠了几圈, 让小瑞瑞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后又将小瑞瑞的手脚也缠了起来, 让她动弹不得。 小瑞瑞拼了命地挣扎, 可是她不过一个四岁的孩子, 她那点力气, 在这个彪悍的女人面前,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很快, 小瑞瑞便被用胶带缠成了一个粽子。 惊吓过度的小瑞瑞, 直接晕死了过去, 这下更方便女人行动了。 她将大编织袋张开, 然后直接将小瑞瑞给塞了进去, 接着用一根红绳将编织袋口扎住了。 她不会死过去了吧, 驾驶位上的男人看到小瑞瑞一动不动了, 便有些担心地问道, 死不了, 这种嫩牙子生命力强悍着呢? 你忘了, 上次那个断了条胳膊, 最后还不是活蹦乱跳的, 还卖出了一个好价钱。 女人音笑着说道, 当她说话和笑的时候, 身上那种朴实的感觉, 马上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婆, 我们现在可以离开了吧, 免得夜长梦多。 男人一边问, 一边试图打火离开, 等等。 活都干完了, 你还怕个屁, 现在那个小丫头, 就是我们看望我妈妈的年货, 是半皮子猪肉。 就是警察来搜我们的车, 我们都不怕, 我在车里等你一下, 你再下去干点活。 把那头牛给我带上。 我刚才露面了, 如果再出去, 说不定会碰到那个该死的娘们。 女人一边说话, 一边透过风挡, 看着不远处的大黑牛。